穿着鞋头已经破洞的开口笑布鞋前来领取新的鞋子 领了新鞋后马上开心的到一旁换穿 虽然只是一双新的布鞋却可能改变这个孩子的一生 让他更有动力奋发向上求学翻转人生 岁末年终之际 基隆市议员林敏勋寒冬送暖的爱心活动不中断 从圣诞节帮助若氏儿少的圆梦计划 到暖暖最用心幸福食物银行 以及弱势家户访试等爱心工作 林敏勋希望尽自己最大能力协助弱势朋友 在寒冬中度过难关 需要帮助的这些学生 我们来做进一步的来给他这个圆梦计划 一个圣诞的耶诞礼物 然后让他就是学习到感恩 然后未来可以能够做一个喜欢帮助 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那也透过这次的圆梦计划呢 我们包含苏银行跟我们爱分享冰箱 以及我们最用心社会服务协会的系统 然后都透过这一次的圆梦计划呢 那了解我们每位孩子家庭里面的状况 那如果有更进一步需要帮忙的这些家庭 他真的相对更加的弱势 或更加需要的帮助的话 我们的食物行的系统也都会介入 也都会进一步的来帮助他们 那希望给予他们更多生活上的一些支柱 那也另外的部分也会透过区公所 跟设政课这边来做一个联系 那是属于这个补助的方面 那在生活上任何需要可以协作的地方 我们食物行都会努力用心的来做 那也不只是这个学校的部分 其实我们透过里长 透过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透过我们各个管理委员会 我们社区大楼的主委 其实我们都希望说 这个利用这几个媒合的单位 那知道或是搜寻到更多 需要帮助的这些弱势户或弱势家庭们 那我让我们食物行有这个机会来 给予他们关怀跟服务 那我们继续用爱与关怀点亮这个社会黑暗的角落 那我们会继续来努力 幸好在帮助弱势过程中不孤单 许多志同道合的善心人士 都会自动加入捐献食物银行各种物资 像是陈先生夫妻俩都会定时捐赠的米粉和其他物品 更有许多志工前来帮忙整理分送物资 让来食物银行领取物资的弱势民众 都能够获得满足 也有向中正区沙子里的爱心里长陈俊宇 为了户籍设在暖暖区的弱势里民 特地开车来暖暖最用心幸福食物银行 领取物资帮忙载运回去 林敏勋感谢社会各界共襄盛举的帮忙 用最实际的爱心行动来帮助弱势 让基隆真正成为最有爱的城市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您看看